0403大地震造成了许多的机构仿射毁损 社会抑制资源协助他们重建家园 而国际市职会也针对了机构内青少年 办理自然疗愈活动 邀请超过80位的机构学童 透过了手作DIY清净自然大口深呼吸 缓解地震后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也重拾了自信和希望 0403大地震造成花莲多处社服机构 出现结构上的严重回损 经过5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防射及家园已经陆续进行重整 但对于机构内青少年的心理创伤却依然存在 国际市职会邀请超过80位机构学童 在日前办理自然疗愈活动 希望透过手作DIY清净自然大口深呼吸 进而缓解创伤也帮助他们 从事自信和希望 就算地震完了以后 他们只要有明证 一点点的人也都会吓到 那可以再次来到就是更大自然的地方 我觉得对地震以后 他们的心理疗愈部分 有蛮大的帮助的 我们在机构的孩子的心理层面 建设层面是没有人去注意到的 所以我们市职会呢 他有八大事业 其中一个志业就是辅导我们青少年走向正途 也希望他们身心灵得到富足 而在课程上的安排 除了有的吃有的玩 大大疏解压力 更是充满巧思 最主要是要让孩子来 我们剪剪树叶 用树叶去做了一个手提袋 那这手提袋装载着希望 装载着他们的一些 没有办法说出来的苦 但是我们慢慢的 藉由这样的活动可以调整 可以补胃 那下午我们做的是 阿里风泵的一个课程 用零头叶去做了阿美族的便搭 那这一个技巧是让学生知道 你可以利用周遭大自然的东西 可以做事业 你只要你有创意 你把这一个阿里风泵的便搭去推广 然后将来这个绝对是 你可以维生的一个技能 社团凝聚爱心将援手神怒机构 抚慰身心灵的同时 也建立创新思维 扶持在地青年 让社会持续充满爱与关怀 记者徐立芹受风向报导